拜登总统在上任三周之后才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进行第一次通话 有关专家对这一次通话的评价 请美国之音记者文浩来做详细的介绍 说的卡拉 美国之音采访的美中领域的专家是对拜登在就职这么长时间以后 才与习近平对话有不同的理解 有人认为这是透露出美中关系与过去相比又进一步的恶化 也有人认为是因为美中关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所以双方都对这次通话做了更长时间的准备 不过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中国研究项目主任安德鲁莫沙 是从美国的外交政策大框架来看待这个问题 他认为这是符合拜登想要在国际舞台上先重新团结盟友的战略 那我们来看到这次通话的内容本身就像刚才我们的驻白宫记者黄洋一 我们来看到这次通话的内容本身就像刚才我们的驻白宫记者黄洋一 所说的那拜登在对话当中是直接谈到了香港和新疆的人权问题 以及中国对台湾的威胁 那有人就发现这与拜登在担任副总统的时候的态度相比是更加强硬 那他在去年的竞选期间也是直接把中国对待新疆维吾尔人的方式 就称作是种族灭绝 那几天前他也是直接评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说他骨子里就没有民主 那莫莎教授是认为只显示了拜登很清楚 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已经与过去大不相同的中国 中国人的主要是更加强烈的 中国人是更加强烈的 中国人是更加强烈的 所以中国人是更多的 一个比较的比较 现在的比较在前面的 中共的一切 所以在一方面我们是回到 我认为一种更加强烈的 方式的方式 但我们也要认为中国的改变 除了对中国在人权和台湾 问题上的批评 拜登也是在通话当中表示了 要在气候变化这样的问题上进行合作 拜登在竞选的时候 以及他上任之后签署的一系列行政命令当中 都是把气候变化当作是他执政当中 要面对的首要任务之一 不过他的气候特使前国务卿克里 也是此前明确表示 美国不会因为想要与中国在气候问题上合作 就放松在其他领域对中国的施压 人权观察的中国部研究员王亚秋 都是赞成这样的区别对待的方式 我觉得就是不同的问题 应该不同用 就是区别对待 如果就是在气候变化上 你看气候变化上应该怎么合作 在新疆问题上 就是要把各个问题来个区分的对待 拜登政府以应对气候变化为工作重点之一 不过他也表示可以理解一些人 对拜登会因为气候问题 而在人权上对中国妥协的担忧 那以上就是事态的最新发展 卡拉 好的 感谢文浩 给我们带来的详细信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